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维持管道的通畅固定 防止管道脱落 包括辅腔的引流管 皮下的引流管 静脉通道 尿道等 三 术后严禁湿水 如患者口唇干裂 可给予温开水湿润 待肛门排气后 医生根据病情另行通知 进食时间 四 术后卧床期间 可适当床上活动 如翻身 拍背 按摩等 另外 尽早的下地活动 可有效的防止肺部感染的发生和入床的发生 另外 尽早下地有效的咳嗽 可促进肺部的膨胀 肺萎缩的预防和胃肠道的尽快恢复 以促进患者尽快功能恢复